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才有了香港脚这个说法 想必日本有这种毛病的人不在少数吧 自己倒还好 要是客人有脚气怎么办 其实这种问题在日本是很常见的 但对于注重礼仪的日本人来说 即使客人有脚气也不会大嘴巴说出来 或是做出失礼的举动 所以为了解决这种尴尬 在日本许多药店甚至便利店中 最常见的就是各种除脚错的喷剂和空气清新剂 一般到别人家做客前 他们都会格外注意自己有没有脚气问题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小伙伴记得关注转发评论点赞哦